新增了5108例 来听指挥中心最新说明 昨天是5000多 成长率看起来很低 不过看看还要再观察给两天 是不是有礼拜天的一个效应 不过前的确定的病例是5108 那落地裁检 昨天有23个航班 检验的1209人 阳性的人数是106 那阳性率仍然高是8.77 那早上进来的两个航班 人比较少是53人 不过阳性的是5人 那阳性率是9.43 这大概上午的航班里面 大概这个是进来算最高的 那但是因为人少 那今天那个中症的病人增加了15位 那中症增加1位 总共是中中症是16位 那所以在轻症 131350人 那比例还是占99.64 那中症的占百分之0.33 那重症百分之0.03 结果的人数没有变还是24人 那大家也都知道 在上礼拜我们跟高风险的县市 要讨论我们的重点疫调 那有稍微先说明一下 可能是个时间 整个会缩短 那今天上午 这个全部的县市的首长 跟卫生单位的人员 再开过一次会 那基本上 大家在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方向里面 当然各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不过我们有一些相关的意见 我们也就提到下午的 刚刚大家才开会的专家的会议里面 来做讨论 那专家会议 当然有对里面 有很多的一些指教 那么也都会做相关的一些修正 不过基本上的一个重要的结论 就对于我们 要做这个简化 或是重点的疫调 或者就是说 把及格的天数 从10天减化成3天的隔离 4天的自主防疫 这样的一个方向 大家是同意的 那当然也有指数说 未来的疫情规模越来越大 那适时的在于减化 那也是可以考虑 不过大部分的专家 还是认为在这个阶段 一下子全部都如果放得太过松 那可能这个疫情的成长过于过速 那可能会对于社会的压力增大 所以对目前这样三加四的一个方向 是同意的 那在整体来讲 我们再来说明一下 就在这里面 其实里面有几个 在减缩 等于是在重点疫调的方面 其实最主要的精神 基本上在卫生局 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枢鸟 所以当确诊者的时候 他有确诊者 他要回报给卫生局 然后有适当的一个电子的相关的方式 直接来填报 他的一个同住的家人 或者同班 或者他就读有小朋友 他如果是小朋友 他就读哪一个学校 或者在哪个地方上班 那或者小朋友的话 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那可能要填他的一个法定代理人 或他指定的一个代理人 然后接下来都会用电子 这样双向的方式 直接来开立居隔单 然后居隔的天数 就是三天的居隔 四天的自主防疫 那在学校或是在机关 基本上也是要做自主的应变 然后会等于是在 由防疫长或负责人 在造册的时候 根据我们的基本的原则 那他们把这个 他们认为应该要匡列的人 也到报到卫生局来 造册 整体造册到卫生局 那卫生局直接就根据这样的一个造册 发与鞠隔单 那大概这两天大概在讲的话 大概有些单位 认为说这样的一个简化 对于工作上面是没有帮助的 其实我们稍微看看 第一个我们在简化了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本来疫调 是从发病或是确诊日期 往前推四天 现在是两天 所以在疫调上面 基本上这个范围 时间就少了一半 然后第二个对于对象 以前要包括旅游史 包括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足迹 现在这些我们都把它 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些风险都没有那么高 把它去除 宰缩到同住的家人 那这跟以往要匡列的对象 起码是少了一半 然后再过来 我们从十天的强制的隔离 变成是三天的强制隔离 那在生活的照顾 生活的关怀 那个强度 整个减少得比三成还要多 从十天减成三天 或者从十四天往下减 天数越长需要协助的 当然就相对比例 就会增高来 天数越少 除了天数的减少之外 它那个强度也会 需要关怀的强度 也比较弱 因为大家相关的 这样三天的一个准备 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然后加上我们未来的一个电子表单 让它能够自动化 那整体来讲 在里面工作 相对的会减轻 这方面 但是这方面工作减轻 并不代表卫生单位的工作 就减轻了 那接下来 等下把人力转移到就医面 对于轻重分流等等居家照护 要投与更大的一个心力 那这跟大家说 这三加四 等于是这个前面的三天 第零天就最后的接触日 然后要完成三天的居家隔离 那居家隔离就在家中 以一人一室为原则 那不得外出 然后他在第三天之后 他可以开始来做快筛 那第四天开始的一二三四的自主防疫 如果他需要出门可以 那都要在当日有做快筛阴性才可以出门 所以他在每日进行快筛 快筛阴性可外出工作 采买生活的必需品 那外出全程佩戴口罩 那禁止下面的行为 就餐厅内的用餐聚餐聚会 前往人潮涌起场所 以不特定的对象接触 那这里面有一个比较 大家会注意到就是说 他可以外出工作 那可不可以到学校去上课 那基本上在专家讨论 认为在学校里面直接叫我去上课 可能这个风险就相对的高 所以可能在这个自主防疫的期间 当然没有做这种所谓的居家隔离 但是在自主防疫期间 那还是不到学校上课为原则 那能够 但是他基本的一个行动自由 如果是快筛阴性 仍然可以来行动 所以还是要强调 在这里面自主防疫里面 餐厅内的用餐是被禁止 聚餐聚会 前往人潮涌起场所 以不特定的对象接触 这些都被禁止的 那至于在居家检疫 就是在反国的这一方 境外移入的这一方面 他的检疫仍然维持是10加7 那这当然在居家检疫这方面 当然未来也是会坚持的放松 不过在这一波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严密的监测 在国外的变异株的情况 在我们这里都是Omicron 那是不是有突然的一个变异株 那可能我们需要有一点时间来做监视跟观察 看这个视频 independent关系结合 那么多快